事實上甲狀腺癌症 很多人會問說那會不會有症狀 症狀其實是跟機能抗進或低下有關係 那甲狀腺癌症顯少有症狀 就是頂多就是發現有凸一顆 摸到一顆硬硬的 然後或者是說這一顆 你在追蹤有發現這幾年是長大 那去做化驗才發現那是癌症 所以它其實相對是非常的silent 就是非常的安靜 有的人會說那是不是多吃 排帶來排會早是甲狀腺癌症 或甲狀腺結結的長大 那事實上不盡然 就是說這兩個是完全不相干的疾病 就是說甲狀腺抗進低下 它是機能的問題 然後甲狀腺腫瘤 它是細胞的異常增生 但是並沒有影響到它本身的功能這樣子 所以大多數的甲狀腺癌症功能都是正常 甚至比較會有影響到 是甲狀腺癌症它長很大的時候 不過臨床上面機率很低 遇到機會也不高 它長大壓迫到它本身的甲狀腺主持的時候 通常癌症組織是沒有功能的 但是當它長大壓迫到甲狀腺正常的組織的時候 會造成甲狀腺主持的功能低下 所以反倒是在甲狀腺低下的患者 假設又有節節的話 那我們其實更要take care 就是更要小心是不是有甲狀腺癌症的可能性 癌症還是從節節演變出來的 那節節的甲狀腺細胞 其實就是甲狀腺本身的本體細胞的增生 那所以什麼樣的狀況會增生 就是受到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特別會去刺激甲狀腺的增長 所以它有可能會因為節節 會因為這樣子在更年期以前 女性荷爾蒙還是比較旺盛的時候 導致甲狀腺結節的增生跟突變 假設是這個小顆的 或者是看起來造起來 或者是有做過穿刺是良性的節節 一般是觀察啦 那醫學上面會建議甲狀腺要不要開刀 其實是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甲狀腺這個良性的部分 假如要開刀 這方是長得很大 通常是超過3公分 甚至超過5公分以上的節節 那它已經開始出現外觀上面的壓迫 往外塗很不好看啦 所謂的衣這個美容的觀念 這個很不好看 女生這裡塗一顆 那甚至往內壓迫 因為我們氣管這個 脖子這邊的組織除了甲狀腺之外 還有所謂的氣管 血管 食道 壓迫到讓你的這個呼吸啊 覺得躺下去都會覺得卡卡的 吞東西會覺得不舒服 那這時候其實就是開刀的一個必要性 不過就是要看狀況 看你的症狀嚴重度 所以良性的部分 鹹少開刀啦 那第二個假設是癌症的部分 就會建議早點開刀 雖然甲狀腺癌症是進展很慢的癌症 而且是很難被發現 也不太會影響到身體 可是當你是甲狀腺發現 它是癌症 還是盡早以開刀為處理 那不過我得講就是說 雖然它發生的比例逐年上升 可是它的轉移的機會其實不高 再來就是說 它假設早點發現早點處理 那都可以治癒 因為我們在甲狀腺癌症的治療上面 現在目前除了開刀全切除之外 另外我們還可以用甲狀腺的放射點治療 可以讓甲狀腺的轉移細胞 甚至甲狀腺癌細胞全部死掉 那更厲害的就是最近這幾年 有發明所謂的標靶治療 也是對甲狀腺癌症細胞的治療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其實甲狀腺癌症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那治療完成之後 當然就是因為甲狀腺拿掉了嘛 你可能就必須終身服用藥物 主要比較常見的問題是 甲狀腺除了剛講的死心的瘤之外 它有可能會出血 就是說像我們的膝蓋 有時候出血會整個腫起來嘛 那甲狀腺這個出血性的結結 出血性的腫瘤 它有時候會腫起來的時候 它會導致這個整個 這個小小的水泡會腫成變成很大顆 甚至出現三四公分開始壓迫 通常都是急性期啊 就是一兩天就趕快腫起來了 那通常這樣子的患者會 趕快來醫院或來急診 就會會診我們醫生去做所謂的 甲狀腺把血水或組織液抽掉 那就獲得環節了 喜歡我們的健康聊天室嗎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掌握最新的健康資訊喔